自工人員解開圍梨 進入工作井 展開一天污水下水道工程 機具必須向下開挖3到5米 目前有一些管線 所以要忍耐他們做 有時候人是在裡面遷移管線 工區圍梨外架起了告示牌 提醒用路人小心慢行 這裡是仁愛區孝三路 政府正在進行污水下水道工程 9月正式進入仁愛區 各個項弄施工 霧水下水道工程 現在已經進行到市區的部分 現階段是在做孝三路推進工程 因為我們這個工程是採用 點狀施工地下推進的方式 現階段正在做的就是 一個立坑的開挖 每個立坑的開挖 工期大概約兩個禮拜 霧水下水道施工 因為採地下推進工法 馬路上必須立坑 為了減少對交通衝擊 施工才點狀設置施工圍梨 同時縮減車道 那現階段正在做的就是一個立坑的開挖 那每個立坑的開挖 大概工期大概約兩個禮拜 所以我們影響的部分 就是影響到現在工區的部分 我們會先用圍梨圍起來 在裡面做一個開挖 那有影響到我們的一個機車停車格的部分 或汽車停車格的部分 我們會先註銷 那到等這個坑洞開挖完了之後 立坑開挖完了之後 我們會立刻恢復 恢復我們的一個停車格 大馬路上設置了工作井 難免對商家和用路人不便 但污水下水道工程 是城市建設重要的一環 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影響還蠻大的 而且他們的施工的日期 一個禮拜做兩天修好幾天 沒有一直做對不對 沒有一直做啊 算是還是要支持政府的所做的 對不對 怎麼做 畢竟這是跟民生相關的 那弄好一點是對大家都比較好 像校山路前段 就是遇到這個第二層的瓦斯管件 那在等瓦斯管件的時候 我們會暫時就是沒有在動工 那這時民眾可能會誤會 可能要跟民眾沉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是在等待 其他的管件的牽引 那其實我們只要遇到其他坑 可能也會有相同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盡量起 這個管件工資配合我們 下水道我們做好了 主幹管的接管之後 我們接著會做家務接管 把我們的家庭污水 就是我們市區內現在現有的 一個家庭污水直接都接到 我們的污水管裡面 然後收集到我們的污水 處理場去做處理 那以往我們市區最為人 詬病的就是我們的旭川河 還有我們的田辣河 這幾個河川都會嚴重 受到我們的一個家庭污水的污染 那經過我們的這個接管之後 我相信我們接管完了之後 我們針對這幾條市區 主要的河川跟我們的 吉隆港的部分的污染 會大幅的減少 這項工程 每個路段施工 將逐漸的推進 影響時間大約四到六個月 整個工程將在 114年完成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